缓球网军事7月12日报道,俄罗斯正在研发的,可发现美国隐形战机的新型无线电光子雷达让美国感到担忧。 美媒甚至称,它将成为美国第五代隐形战机的杀手。俄罗斯塔斯社时日报道称,俄罗斯RTI集团公司表示,该集团将于2018年完成创建X波段无线电光子雷达模型的工作,几年后将用于俄罗斯的无人机和第六代战机上,让他们获得精确的目标图像。 该星雷达较常规雷达探测距离更远,且能够构建真实的目标图像,并可实现自动识别。 RTI公司表示,这种雷达将能提供具有更多细节特征的无线电成像图像,从而使识别目标类型成为可能。 这种雷达用于积载时,将具有更小的重量、尺寸以及更低的功耗。 新型雷达通过转换光子晶气激光能量产生无线电信号。 RTI集团首席执行官马克希姆库9克称,我们正在俄罗斯启动生产这种激光系的首条生产线,从而满足无线电光子雷达的需要。 我们正在寻求实现雷达所用的无线电光子集成电路全供应链的本土化,从而更加高效地参与这个快速发展的领域。 这将成为俄罗斯国家安全保障力量之一。 据报道,该公司多年来一直关注无线光子雷达领域的研发工作,并已为此投资于2亿卢布,而这一颗炎进展引起美媒关注。 俄莫斯科共青团圆报11日报道称,美国国家意义网站称,俄这种无线电光子雷达可能成为美国F35和F22的可星。 这种雷达形成的空中目标三维图像将让俄战斗机在未来空战中具备更大优势。 据报道,目前中国正在从事该技术的研究,这种新型雷达将有效阻止美国隐形战机,执行侦查和打击任务。 因此,这种新型雷达出现后,美国第五代战机的隐形技术就成为了问题,俄罗斯准备将这种雷达配备到第六代战机上。 但专家认为,可能先将该雷达配备到俄研制的组到57战机上,因为目前俄罗斯第六代战机的开发还遥遥无期。 据报道,俄罗斯第六代战斗机将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并能够以无人驾驶模式运行。 六玉藤